今天KT爆上的時候 你就已經覺得這個男生帥了嗎 對 她是誰嗎 妳是說 妳這個小妖精 妳這個小妖精 妳的理想型已經到我們現場了 掌聲歡迎 好恐怖 因為她一直都帥了 可以耶 很可憐 哇塞 然後我是易凱 請問你幾公分 182 有6塊肌嗎 她有 我知道她 妳知道嗎 我知道她 為什麼 妳知道她嗎 因為呢 我在兩個禮拜之前的KTV包廂才遇過她 為什麼 沒有 你們有共同的朋友嗎 你們有共同的朋友嗎 對 不知道耶 她不知道 妳不是她在裡面 我不知道 妳沒有遇到這個人嗎 不是 因為我進去都是坐著 我也沒幹嘛 又不是喝酒 對 我都沒喝酒吧 她是她跟她另外的朋友 然後站在那個前面 因為那天包廂很多人 然後我跟她坐 她坐在前面 然後我一坐在這邊 然後我們都沒有講話 可是妳就注意到這個男生了 對 妳就覺得說那個男生還 你們怎麼找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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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可怕 等一下 第一天KTV包廂的時候 好傻眼 那天KTV包廂的時候 妳就已經覺得這個男生帥了嗎 對 然後沒機會講話 兩個禮拜在這邊相遇 我真的超傻眼 這沒say耶 這沒say 真的 上次座的客戶是圓圓是誰嗎 有 有 有注意 所以她的外型 還有她講話的方式 是妳可以接受的嗎 我覺得她是 因為她 我那時候看到單身11年 我在想很多事情 什麼事 就是我想說 就是因為先想說 她是不是 個性很強 不是 也有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 條件是不是很挑 對 但是我覺得挑的女生反而比較好 因為這感覺就是 她先比較愛自己 才會愛別人 哇 我覺得這是好 那妳感情經歷有沒有 就是還蠻多的 我 妳有玩過嗎 我教過三個 那我都以結婚為前提 因為我不想要 浪費時間 在別的女生身上 所以妳是不會玩flirt 曖昧那種都不會 專心的 那妳跟大家介紹一下 妳的工作是什麼 我本身是健身教練 健身教練 然後我也是籃球員出身的 對 之前是哪一個那個 福人大學 對 那很強 可以 所以六塊錢要check一下嗎 我可以嗎 可以 還是說其實這一段也不用了 我們就直接 日到 什麼啦 好局喔 你來看一下我們節目有多用心 你要六塊錢 我們就給你六塊錢 好強耶 來了啦 單身十一年 在KTV沒有摸到的 兩領八千 真的啦 而且我跟你說 我們在KTV 在KTV怎麼樣 在KTV的你那個朋友 他前兩天在那個情人節的時候 我放閃了 對 你知道是誰嗎 你是說 很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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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這個小妖精 你這個小妖精 很會耶 很會喔 我在跟他說的是誰啊 你有聽到嗎 你可能沒聽到 沒聽到 我再跟你講一次 我真的沒聽到 你真的沒聽到嗎 我真的沒聽到 但是你是要出來確認他的六塊錢 對 對 差點忘了 健身教練 籃球員出身 哇 1 2 3 4 你看很對稱 是8塊吧 1 2 3 4 5 6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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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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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